好了,你現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繼續講講陳柳波 他說今年地價的收入比原本的預測是少的 為什麼他會突然說這件事呢? 當然是有議員問 因為在立法會的財經事務委員會 就有議員關注地皮流標 其實地皮流標那裡 立法會議員也有份的 我也一定要說,立法會議員就是沒有份的 搞到現在這樣的局面 他們是令人都沒有什麼信心的 其實尤其是你要做大規模的投資 還有一件事,你要留意一下 流標那些地方是離開北部都會區比較遠的 你看一下流標的地方在哪裡呢? 全部都是東沖線、沿線 那裡有三幅地皮是流標的 陳柳波就說 利息維持高企 市場對經濟前景保持審慎 流價在2021年9月到今年10月下調大概17-19% 如果你用林鄭Pence上車的人,有部份就已經負資產了 那是很麻煩的 現在你說,為何會搞到這樣呢? 其實是多方面的 有些事情是多方面的 自己政府有些政策是左手打右手 有時還要是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麼 好像想斬著右手一樣 有些政策是這樣的 為了交功課 因為上頭下了死命令 說要告別劏房 其實你感覺到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要為了告別劏房 這件事 做很多無謂的事情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劏房這件事是市場有需求的 為什麼會有劏房? 就是因為 現在人們的關係都疏離了很多 譬如有些年輕人離開了家 一人跟家人不合適的 他在市區接近工作的地方 他不租一間劏房去租什麼 他如果他的薪金是高的 就租一些企利一點 現在你說到所有劏房都是不企利的 這個事實當然不是 其實香港有很多人住在市區劏房裡面 很多人都覺得市區劏房都是企利的 我說過事實而已 陳茂波自己也有做劏房 我不是為他說好話 但是這些事情是有需求的 有些事情我一定要講清楚 你說 劏房是不是很邪惡的一件事 我從來都不覺得劏房是很邪惡的事 是令到很肉酸的農屋 真的有問題 但是你說一般的 劏房劏房是否真的 好像很邪惡的 要告別劏房 要講一些口號出來去做 還要做一些簡約公屋去搞 我老實說那些是多餘的 好了 那麼 陳茂波有說什麼呢 就是說樓市的交投量也大幅下滑 事業人士持官網態度 他說樓市是有秩序調整的 令賣地市場更加謹慎 更加謹慎自然現象 但是他說有關情況短暫 看上來就不是 而且有些地方的地價 真的比預計便宜了太多 洗衣街也是 這些是這屆政府旗下做 旗內做的事 這些是不能賴上屆的 就是洗衣街那屆 那是地王 他是幾折抓數 不是八九折抓數 八九折抓數 也好像沒問題 不是八九折 抓數是 只剩下幾分一 具體我都不記得 還有幾分一 有些數字我都要重溫一下 有時候我的記性都越來越差 但是大家明白 有些事情是有問題 佐特就說現在有劏房很棒 親戚在某區經營劏房 全部合規格 不知多好租 其實一個問題就是 那些人為什麼要離開家裡 不跟家裡的人住 當然是有些不開心的事情 這些需求 其實是沒有辦法壓制下去的 其實 那Losenda Tank就說 香港交通費超貴 沒有法是要住 那麼 他法自在說 五九折 其實不是 好像是三折 收券說得對 大概是三折 但是我不敢說錯 所以我就沒有說 那HAPPY WONDER就是 波叔也是劏房王 那 我一定要說 做劏房 不是什麼特別邪惡的事情 我也要說 在很多地方的人都是做劏房的 事實就是 就是把一間房子 割了幾分出來租給人 很多都是這樣做的 市場有需求提供服務給市場的 你說這些是不是很邪惡的 他們說 那麼販毒也可以 你不要用這件事去比 販毒是另一件事 做劏房和販毒去類比的人 也是白痴 不好意思 有些人是很搞笑的 有些人是把香港和關塔那摩去類比的 有些人是 因為我看到我都會吐血 有些人是說地產霸權 那我就說了一樣 其實 香港地產霸權的源頭 就在特區政府那裡 因為 地價 是收稅的 嚴格來說 特區政府也是要靠 發展商 去幫他們收稅 收政府收入回來 你說如果是地產霸權 其實你就說特區政府也是霸權 那麼 花花就說 經營劏房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合規格 但是 現在就說他們的政策 是要告別劏房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告別不了的 市場需求 還有你現在再輸入外勞 你讓人更加窮的話 他要不就住公屋 要不就住劏房 要不就住劏房 你是沒有辦法消滅這件事 你如果要消滅這件事 那些人要買得起 樓才會消滅得到 你現在 不是啊 現在正在做的 樓價跌這麼多 那些人買不起來也買得起 但你不是啊 你另一方面 就是削低別人的工資 你再削低別人的工資 其實樓市都是一起死的 其實就是 陳茂波又說到 雙鋪空置率比較高 希望業主能夠把租金降低 令更多人有機會 租鋪做生意 但是現實就是 如果他把租金降低 銀行就會召喚了 現實就是這樣 有些情況是 銀行就會召喚了 為什麼說沒有租收入 反而不會召喚 有租收入便會召喚 如果你的租金比之前低很多 銀行重新估價 那你就會召喚了 你一直供得到 就算你的店鋪掉了也沒事 但是如果你有實際的數據 就是租金降了很多 那你就麻煩了 這是一個做工商店的人告訴我 我不是百分百相信他所說的 但是他所說的不是沒有道理的 就是為什麼業主不肯減租 因為 就是當你有實數做出來 有成交簽了租約 他就可以重新估計你的店鋪的價值 你一重新估計 你就糊了 你就糊了 Doser就說很多人的劏房都沒得住去睡街 之前試過 取締工廈的劏房 之前在工廈有人搞劏房 然後就不知道遺契還是什麼 然後業主把那些東西都扔出街 試過的 香港不是沒有試過這些 香港是試過的 花花就說袁國勇在電視上說 要相信一國兩制不要經常提國安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沒有用的 我告訴你 很多人都是說這件事情的 但是 說這件事情的人 老實說 現在被人罵得很厲害 禮拜日那天 張炳良也是寫了一篇文 或者稍後再說一下張炳良 如果說不完 今晚會再說 因為現在太多話題了 收評業就說 72家房客 都是現在說的劏房 一直都有需要存在 告別劏房 沒有可能 這些是口號式的事情 就算是中聯辦也好 港澳辦的人說也好 我從來都說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才說 但是 你特區政府的官員應該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沒理由跟隨中聯辦 不知道什麼事的人在香港做什麼 你就跟著他照說 以及整些政策就真的 好像在幫助香港人處理劏房的問題 這些是沒用的 其實根本上就是做了一些所謂的 我認為也是一些交功課擦鞋 他交功課也不是幫到市民 因為交功課是幫到人 我也覺得算了 不是他交功課是擦鞋 其實是 花花就說張炳良一早在明報紮民說 不是他在星期日再說一次 在商台再說一次 星期日的時候他上商台的節目 待會我可能會說一下 何虎就說很多人不相信袁國勇 現在他有沒有戴口罩 我也不知道袁國勇有沒有戴口罩 不要緊 繼續說 陳茂波說要給人租舖做生意 其實有些情況是不可能的 陳茂波說政府希望可以增加稅收 但是要留意總體的競爭力 考慮增加稅收的時候 必須考慮多個因素 特別是香港一向奉行簡單低稅制 可以吸引外國公司來香港設立不同的機構 同時也要顧及中小企疫情後的壓力等等 問題就是稅局也不太理會中小企疫情後的壓力 如果陳茂波有機會聽到這個網台的話 就希望他去留意一下 我們其中一個蜂友遇到的實際情況 這個 我們的蜂友其實是做中小企的 他的遭遇可以說是慘過梁天來 本來就是 或者是一個香港成功但是變成失敗的故事 他本來那個蜂友 我簡短說一點 他本來就是在外國讀書 然後讀完書學成之後 就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做銷售市 又低造氣 然後就自己創立了自己的生意 做批發的 做批發 接著 疫情期間 當然有拿政府補就業 政府補就業那裡 你說 補就業那些已經益了他 沒錯 補就業那些益了他 但是他不是他落袋的 補就業其實是經過他 然後給下面的人 對不對 結果 就是因為 強積金那裡 有些周轉不靈的情況 就遲了交強積金 這個案子 我可以告訴你 是真的正在發生的 就是他遲交了強積金 是遲了一個月 其實三個月裡面 他就遲了一個月 之後那個月 兩個月的強積金都交回 但是政府那邊的人 就跟他說 那些補就業的錢 要他全部扭出來 這一節節目的節錄 就可以在... 現在我也要找回那一節節目的節錄 就是 2023 應該沒有搞錯 不好意思 這個真的要找一下 1 2 現在 我還沒找到 這個就是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有些事情我也說得不清楚 有人就說 你怎麼搞錯 很累啊 胡亂說 有些事情我也沒辦法 我只能夠說 有些事情我 見得到我就會說 對不對 總之就是 之前在節目那裡有說過 就是40歲的阿哥 那麼 40幾歲 本來就是中產 現在很可能就要跌落基層 2023 1202I 40幾歲拼搏二十年 打回原刑 當香港中小微企業老闆遇上中年危機 而政府部門 還要踩多幾腳的真人真事 現在說清楚了 不好意思 就是2023 1202I 好了 Joy Lee說 不要以為劏房只是香港有 深圳 也有很多 在深圳公司的同事 在其他省份去深圳工作 都是租劏房 其實不只是 深圳有 北京也有 北京連地下室也有得租 如果你說不適切住房 是不是 只是香港有 在香港就變成一個 政治議題 這件事根本就 不需要變成政治議題 我講過很多次 大城市一定會有這些情況 大城市因為 好的地點是很少 而且需求大 很少的時候需求大 那些地方越間越小 這是現實問題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這個問題 我不怕告訴大家 在一些很小的城市 譬如我們這裡 只有百多萬人的城市 市中心 之前看的時候 也有劏房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的劏房當然沒有人租 但是以前的劏房也有人租 這些是現實問題 有些事情我也要講 現實問題 大家也要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說 如果你要考慮一下 中小微企的壓力 很多人受不了 你踩多兩腳 就是陳茂波去說 是不是真的做到 我們看到的 就是 特區政府 真的沒有做到 就是說要考慮 中小企業 疫情後的壓力 要顧及 現在是收皮 好了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有關地價的事情 就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就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搭載 在這邊 於是 我們 找錯 有一個 的 跟 我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